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温馨传玩家 我是米娜李世平 那在这一期的温馨传玩家 我们将会探讨儿童肥胖症的问题 那今天在我身边呢 有两位专家 那首先呢是孙杰博士 他是华人社区健康资源中心的行政主任 他同时也是亚裔健康联盟的执行长 以及他的创办人 那他同时呢 也是湾区非常有名的公共健康教育专家 那另外一位呢是陈兹丽博士 那陈兹丽博士呢 他是UCSF旧金山家大的护理系的副教授 两位好 您好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Angela浩森博士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说儿童这个肥胖的问题 在我们华人社区是不是很严重呢 那另外呢就说我们华人的饮食文化 还有这个生活习惯会不会影响儿童肥胖症呢 是的这个儿童肥胖症呢在美国呢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那同时呢在我们华人社区呢也是如此 那这个根据研究显示呢 在我们华人的这个这个Preschool的小孩子中呢 就是学前的小孩子中呢 差不多有15%的这个儿童呢都有儿童肥胖症 所以呢这个父母对儿童肥胖症的认识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研究也显示呢 如果父母对儿童肥胖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 那就可以减少孩子们患儿童肥胖症 那我们有些很多这个我们的传统思想呢 也是一些造成儿童肥胖症的因素 比方说呢那很多时候 你实时我们会听说这家长们会说 哎呀这孩子胖多的是健康啊 其实呢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 那也有些家长呢误认为呢 孩子小的时候胖一点 不要紧呢大了之后呢 就是这些脂肪就会自然消失 这些呢也都是误解 那还有的时候呢家长们呢 为了就是说培养孩子们 有一些这个美好的不浪费的习惯 对不对这美德 那会说实时我们听家长们会说 哎呀你盘子里的东西一定要吃掉啊 虽然孩子说我已经吃饱了 妈妈我吃不下了 但父母还会这个逼孩子吃掉 有的时候呢甚至呢会用一些零食啊 或者是玩具啊来哄孩子们一定要吃掉 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不太好的 这个做法也是会影响孩子们 就是会让孩子们增磅 那会造成儿童肥胖症 那我们其实做妈妈的呢 可以呢就是说把这个食物呢 不要摆到太多的盘子里 那孩子们吃完了可以再加 那另外呢这个也可以培养孩子们呢 当他们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可以培养孩子们自己去选择食物 选择一些健康的食物 然后呢教导他们呢少一点摆在这个盘子里 吃饭呢再拿这样子呢也不会浪费孩子们也不会吃多 那讲起这个呢就像刚刚孙博士讲的 就我们华人的父母呢很多时候呢 就是觉得小孩子胖嘟嘟很可爱的那种 那而且呢就说父母呢一直觉得小孩子如果吃的不够呢 可能就会长不大或者会不高 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传统的观念了 那这边我想问一下这个Jolin 这个儿童肥胖症这个定义是什么样呢 我在立场上来说的话 儿童跟成人一样我们是用身体质量数 就是BMI来看一个孩子的体重的情况 那如果爸爸妈妈带孩子去看医生啊 去医护士的时候 他通常都给你一个生长曲线图 那我们的网站上都有 跟你讲说怎么enter你的那个孩子身高体重啊 还有孩子年龄 然后照性别来看 他就告诉你说你的孩子这个生长情况是带来个百分比 那在临床上来看的话 我们是说孩子生长曲线图百分比来看的话 在85到94这中间的数据 他孩子就定义成会被评估为有过重的情况 那在95%以上的话 孩子生长曲线图 他的BMI在95%以上的话 那就他会被评估为肥胖 那这个生长曲线图是跟孩子年龄 跟他的性别有关系 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人有BMI 说多少就已经是过胖还是过重 所以它是跟孩子的性别跟年龄有关系 再加上来的话 刚才顺博士说的 其实肥胖症是全美都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他最近的数据表示说 大概在全美儿童2岁到19岁的儿童 有17%基本上是肥胖的情况 那我想说很多研究数据已经告诉我们说 孩子有肥胖症 基本上他会有很多以后身体的问题 跟心理上面的问题 就身体的问题来说的话 他就会基本上增加患糖尿病 心脏血管疾病这些的因素 那在心理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很多过胖的孩子 基本上他都有一些心理行为上的 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 会不会感觉就是说 如果他比一般的小孩子 就是比较胖的话 会不会小孩子本身心理上 也会造成压力 他可能会有自卑感 会有这个可能性吗 对你说的很对 因为临床研究上就已经显示出 这些孩子基本上 他在行为跟心理上面 他就会因为自己过重的问题 会造成比较自卑感 以后甚至会 对比如说 上学基本上会有一些恐惧感 这些问题的产生 所以就是也是会影响 不光是就是生理上 可能心理上也会造成影响 那我们先谢谢两位博士 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欢迎回来温馨传玩家 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 儿童肥胖症的问题 那孙博士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 听说你们有一个新的项目 有关那个儿童肥胖症的项目 可不可以麻烦您为我们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呢 好 那我们这个新的项目呢 叫做健康妈妈健康宝宝 那这个项目呢 是针对我们华人家庭需要而改变的 那这个项目呢也是根据 美国这个We Can这个项目 并且呢配合我们华人的这个语言 还有文化 这个还有这个饮食的习惯 来配合而变成的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 主要是以平板电脑和网络 你知道现在technology 也非常的这个prevalent 对吧 所以我们主要是以网络和平板电脑为主 那知道很多妈妈 也非常busy 所以这个平板电脑就非常方便用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 也是以这种 就是说animation 动画片的这个形式 来帮助家长们理解 就有关营养方面的 怎么样去明智减选 一些营养的食物啊 怎样去帮助孩子们 减低这个荧光木的时间呢 还有怎样去促进孩子们多做运动 从这三点来帮助家长们理解 这三点 那另外呢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也会介绍一个 以这个54320的数目 来代表的信息 那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说小朋友们呢 每天呢 要有五份的水果蔬菜 那四杯水 三份的这个低脂肪的奶类制品 那每天呢 不超过两小时的荧光木时间 每天呢 最少要做一个小时的运动 还有呢 就是每天不喝任何的 含糖分的饮料 所以有的很多时候 这个妈妈 这个家长们认为呢 这个果汁是健康的 其实果汁里面呢 有很多糖分的 所以呢 我们建议呢 不喝任何的含糖分的饮料 所以叫做543210 那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信息 另外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一共有八堂课 差不多每堂课呢 有这个30分钟 那除了这个动画片之外呢 我们还附加了许多这个叫做practical tips 就是小技巧 帮助家长们呢 就是说怎么样去做到 我们所建议的这些目标 那我们从这个计划呢 主要着重三点 第一呢 就是从怎么样明智拣选 这个营养的食物 那我们也会提供大家 这个家长们一些小提示 我们会教给家长们 怎么样去在我们的第二堂课 第三堂课的课程这个里面呢 课程里面呢 会告诉家长们怎么样去拣选食物 那不知道家长们听说过 这个MyPlay这一个饮食准则没有 这个就是选择我的餐碟 对吗 对对对 这个餐碟呢 是由USDA所定 那这个餐碟呢 是以一个这个盘子的形式来这个规定 应该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的食物 那这个盘子呢 的这个一半呢 应该是半边呢 应该是水果和蔬菜 四分之一呢 是骨类 这个四分之一呢 是蛋白类质 那再加上一份呢 这个低脂肪的奶类制品 那MyPlay这个饮食规则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容易做的 那么这个三到五岁的小朋友 这个每天所需要的分量应该是多少呢 那我们会 我会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那就是水果呢 应该由一到一杯半左右 蔬菜呢 是一杯半 那这个骨类呢 是三到四个盎司 那蛋白质呢 是两到三个盎司 那奶类制品呢 是三份 那成人的这个分量 当然和小孩子们不一样了 那家长们呢 可以在这我们的网站上 就是cchrchealth.org 这个网站上呢 这个得到我们有关 这个健康妈妈 健康宝宝的这一些有关资料 那另外呢 这个我们第二点所讲到的呢 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孩子们 去减少荧光木的时间 什么是荧光木呢 荧光木就是说 电视啊 这电脑啊 手机啊 电子游戏器等 那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小提示 帮助家长们去 帮助让家长们去说 帮助孩子们怎么样去 用一些这个activity creative的activity 来代替这些荧光木事件 那家长们呢 也可以以孩子们的这个性格 来定这些什么样的这个activity 会比较好 那另外呢 第三点呢我们着重呢 就是说要孩子们多做运动 刚才我们说的这五四三二一零的这个信息里面 讲到呢 每天至少要做一个小时的运动 那这个运动呢 当然我们也同样呢 在这个我们的小提示里呢 提供一些这个creative activities 家长可以来用这些idea 来帮助孩子们去做多做一些运动 那这些呢 我们这些都是 家长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数据到 那正如孙博士所说了 那有时候呢 可能怀疑家长呢 比较注重小孩子啊 要读书啊怎么样 可能就忽略了 每天要做一个小时的运动 那当然呢 现在小孩子呢也是打电动游戏啊 或者看平板电脑啊 那个智能手机呢也是太多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另外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探讨 如何防止儿童肥胖的问题 欢迎回来 刚刚在《温馨长万家》上一节里面呢 这个孙杰博士呢 为大家介绍了 由UCSF和华人社区健康资源中心合办的 健康妈妈健康宝宝这个项目 那现在在我身边呢 就是九令陈博士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健康妈妈健康宝 这个项目的研究结果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想知道说 这样子的program 到底对妈妈 对孩子有没有用处嘛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的计划 那我们就邀请了 总共32个小朋友 跟她的妈妈来参加这个计划 那这些妈妈参加这个计划 必须要自己本身是 体重过重的妈妈 所以本身妈妈 体重就过重的妈妈 来参加这个计划 那这个32个家庭呢 我们就把它随机分组到 实验组就是参加我们的健康爸爸 健康妈妈的计划 那另外16个家庭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控制组 那他们也接受一些 一般有关照顾幼儿的一些讯息 那不是这么仔细 像我们就八个礼拜的 这么严谨的一些program 是健康爸爸健康妈妈 那在我们这些小朋友当中呢 我们发现说 32个小朋友当中呢 大概一半是男生 一半是女生 那她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四岁 因为是三岁到五岁的孩子 所以平均年龄是四岁的孩子 参加我们的program 在之后的话 妈妈的话 平均我们发现 参加这个program 妈妈的平均年龄大概是36岁 那平均的教育年龄大概就是16年 13年教育的年龄 所以大概是有高中程左右 那起码有高中程度 起码有高中程度 这种教育 那因为我们这个研究 总共是六个月 所以她不但要完成 八个礼拜的这个课程 之后我们还会陆续的追踪 看到情况上有没有变化 体重有没有变化 那我们追踪六个月 那在这个32个家庭 我们有29个家庭 基本上完成了六个月的追踪计划 因为我们想知道说 到底妈妈会不会 有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计划研究 那其实因为虽然我们的身份比较小 我们人主群比较小 但是我们发现一些很好的数据 基本上支持我们说 这样的研究基本上 对孩子跟对妈妈都有效果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参加这个研究的妈妈 本身是体重过重的妈妈 那孩子不见得是体重过重 但是在我们研究发现说 大概三分之一的孩子 基本上如果她妈妈是体重过重 她本身也是体重过重 或是肥胖的孩子了 就参加这些研究的 这些孩子的三分之一 本身就已经体重是过重了 本身就体重过重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去recruit只有过重的孩子 不是去recruit过重的妈妈 但是我们知道说 其实过重的妈妈本身 她孩子过重的几率就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机会 基本上是针对妈妈 希望能够改变孩子的严实状况 那我们在六个月的追踪 结果发现 我们发现 在实验组 就是参加我们健康爸爸 健康妈妈的这个妈妈们 她有减轻她的BMI 还有减少她的腰围 因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数据 来减少预防糖尿病 心手管疾病以后的发生 所以我们发现妈妈 可以减少体重 减少BMI 还有减少她的腰围 然后我们也发现妈妈 腰围就是跟那个BMI 那个素质有关 可不可以麻烦您 为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那个是什么呢 因为腰围的话 一般的话 在华人来说的话 一般的BMI数据来看的话 一般我们不用 像一般人说 25以上才是过重 基本上华人我们就23 23点 我们就用这是过重 那腰围的话 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以后对糖尿病或是高血压的一个指标 因为它等于说是腹部的肥胖 基本上是等于说你的肥胖 很多人都胖在腹部 所以你可能看不出来这个人胖 可是肚子这里胖 基本上减少腰围 这个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其实很有效 比减少体重基本上还有效 在研究上他认为还有效 所以我们在这个研究发现说 妈妈她能够减少腰围 还可以减少体重 那因为我们也对妈妈做访谈 问他们说 对你在照顾孩子 喂食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改变 那在我们研究 我们发现说 妈妈她自己在下这个 program 之后 她自己表示说 她觉得她自己能够更有信心 对她的家庭提供好一点健康的饮食 那她也自己说 妈妈也自己说 她觉得她能够减少不强迫孩子进食 这方面 因为刚才孙博士说的 我们都说孩子要吃完啊 不要浪费食物 那在这个指标上面来说 就是我们参加这个 program 之后 妈妈减少了她就是强迫孩子 吃完东西这方面的行为 那妈妈也比较会注重 比如说比较会 monitor 这个孩子的进食情况 她比较在乎孩子的进食情况 妈妈也自己说 她觉得她自己在家里来说的话 比较不会放置一些非主食的食物 就是一些垃圾食物 她觉得她家里也不会 是零食 她就不会放那么多零食在家里 我们知道家里环境很重 这些食物不在 孩子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机会诱惑 所以她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 一些研究结果告诉我们 所以再加上来说的话 妈妈之后还告诉我们 我们还随机电话反弹 问她说她喜不喜欢这个program 在大概90%的妈妈说 她觉得这个program 对她来说非常的有效 所以不但说她觉得这个program有效 她也告诉我们 她非常喜欢这个program 她会介意介绍给其他的人 来参加这个program 那你们这个program有包括 就是说让小孩子看少一些电视 或者打电动游戏 另外就是说做运动 就是每天要做一个小时 这么样 对 我们是鼓励妈妈 跟孩子一起做这些活动 好我们谢谢陈博士 那我们现在进入另外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再次回到温馨传万家 那陈博士我想请问一下 您刚刚有提到了 就是那个妈妈的生活 以及她的那个健康保持健康的体态 对小孩子对家人会影响很大 不光是妈妈或者家长 那您这边怎么看呢 在基本上在研究上来看的话 其实儿童肥胖症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 不是简单的基因或是环节 其实是基因加上环节的因素 那我们知道爸爸妈妈 基本上就是基因传给孩子 所以本身有基因上的因素 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本身体重有问题 可能就把基因传给了孩子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幼儿小朋友都确定欠了儿童 他没有办法自己去买菜 决定去哪里玩 基本上是爸爸妈妈 创造这个环境给这个孩子的 所以基本上是基因就是环境 来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健康的情况 那孩子也是从爸爸妈妈身上 学到录音模特兒 看到爸爸妈妈怎么样的行为 他就学下来 一辈子就接下去这种的行为状态 所以如果父母每天吃不健康的零食 或者一些junk food 那小孩子也是一起吃了 那孙博士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健康妈妈健康宝宝 这个计划的特点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这个计划呢 是主要以平板电脑和网络为基础的 那根据研究显示呢 这个平板电脑用起来又方便又简单 那另外呢 我们也是以这个动画片的形式 来解释我们所刚才讲的那三点 怎样去明则的选择食物啊 怎样减少荧光幕时间呢 怎样去多做运动 那这些动画片呢 这个家长呢也可以和孩子们一起看 那去帮助孩子们去理解 这一方面的这个principles 那另外呢 那我们所有的内容呢 也都是经过这个教育专家呢 审阅过的 也是当然是以中文的这个来表达 也是配合呢 我们的这华人的文化 即使是习惯而编写的 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主题 这个543210这个信息呢 使用这儿童的儿童歌唱出来的 所以这样呢 会比较容易记住 那如果观众朋友呢 需要索取这些资料 就是关于健康饮食啊 或者怎么样减少这个荧光幕的时间 那这个要在哪里索取呢 那观众们呢 可以到我们的 华人社区健康资源中心的网站上去索取 那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cchrchealth.org 那大家呢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呢 就可以呢 就是点击中文这个选择中文 然后呢 那在我们的主页上呢 点击健康妈妈健康宝宝这个图标 在左手边呢 观众们呢 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个计划的这个 有简介和八堂课的这个列程表 那所有的课程呢 都是以动画片的形式讲解 那在我们的这个片段的每一课程的片段下方呢 都有这个附带一些practical tips 还有其他的资源 这样子呢 可以更好的呢 帮助家长们理解课程的内容 做到我们所提 我们所建议的目标 嗯 那就像您说的这些 你们每一节课程 八节课程都有这个温馨小提示 那讲起温馨小提示 那我想请问一下 陈博士您的温馨小提示呢 我的小提示就是很简单 A B C A 就是 Active Lifestyle 就是尽量家庭一起活动起来 B 就是 Balance Diet 就是有健康均衡的饮食 C 对爸爸妈妈来说就是Care for Yourself 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 为你照顾自己好 才能够照顾你的下一代 这就是我的温馨小提示 好 非常好 谢谢 那请问孙博士您的温馨小提示呢 院家长们为小朋友们的健康做一个好榜样 和孩子们一起记住这个543210的信息 小朋友们每天有五份水果蔬菜 四杯水 三份低脂肪的奶类制品 那每天不超过两小时的荧光幕时间 每天至少做一小时的运动 每天不喝任何的含糖分的饮料 让我们一起采取行动 一起来预防儿童肥胖症 那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博士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会让大家来欣赏 这个健康妈妈健康宝宝 他们有一首主题曲 而这个主题曲的名字 就是叫543210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一起来欣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yn 인터넷 二位 二位 四位 二位 一位 二位 一位 我 一位 二位 我 五位 呵 五位 六位 五位 三位 五位 五位 五位